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你看到這個背景了 我來到尖沙咀這邊海旁 打算拍一些照片 其實這次我打算玩一些難度高的東西 讓大家看看 你說怎樣難度高呢 其實就是拍夜景 我再配合了一個全景的拍攝方法 在夜景全景的拍攝方法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還有現在這個時間是7點半鐘 我打算8點會有一個激光的效果出來 我打算拍攝激光線 就做一個全景 由這個差不多在北角那邊 你看到我後面那邊就是尖沙咀碼頭 我一直會計劃去那邊 去到上環那邊的 我試一下行不行 我預算其實比較難一些 因為我要做很多功夫 在這裡預備的手法要很多 所以我都會嘗試一下 即場示範 告訴大家怎樣去 包括設定也好 或者看看當時環境的變化 用什麼快門 什麼光圈 或者是色溫 怎樣做法 我首先設定好一些東西 我預算有機會 這個相機現在是打橫了 水平地拍攝 但我可能會一會 將它垂直拍攝 看看用哪個方法會好些 現在距離8點鐘的時間 就有15分鐘 我設定好東西 然後告訴大家 怎樣去設置這些裝備 這次我帶了富士的XT2 我預算用一個差不多 全手動的方法去拍照 首先最重要是做一個色溫 來到這裡找一個漂亮的位置 現時這個位置 就是海運大廈的停車場的天台 這個看過去的位置 比較是挺廣闊 還有可以吃完後面尖沙咀碼頭的景色 好了 剛才我走過去下面的文化中心那邊 就想著在一個水平線拍過去 但是如果我拍全景 在水平線拍 有機會太貼水面 拍出來就會變形 因為你低了 相機可能要咬高了 就會拍出來 就整張相片都彎了 其實我們拍全景的方法 都有少許技巧 好了 有些朋友問 其實拍全景也不用搞那麼多 現在相機就拿著 拍完就搞定了 大家都問得很好 其實那個全景方法 在日後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在舊光的環境 我們可以拿著相機 就可以不停地掃過去 就做到這個方法 但拍夜景就有點難度 因為相機通常 在不夠光的環境下 它那個快門最低限度 只有六十分一秒 它不可以比我們再低了 變成如果你拍夜晚 根本上全部都拍到 動光的照片是拍不到的 所以這次我就教大家 怎麼把腳架都帶來 這樣就拍大約是 我想這裏大約是五六張到七張 拍完這個全景 就回去 就用一個電腦的方法 或者是程式的Photoshop 也好 在那裏做反駁相片 做一張Panorama 全景的相片出來 好了 先不說這麽多了 首先我講回 來到這裏 我都教過大家 去設定的室溫都很重要 這次我打算拍JPen和Wall 在Wall那裏我會方便少少 如果我不拍Wall 因為我要駁相是比較困難少少 所以我要拍了 好了 除了室溫那裏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預算 因為現在那個天色都OK的 都現場環境都夠光 看到雲都可以接受的 我打算快門大約是用 或者兩三秒 或者甚至十秒左右拍一張照 我打算有燈線 因為現在有些船在走 我打算有些燈線的效果 出來照片會漂亮些 但如果你說我們再慢些 去到一分鐘 就比較困難 如果曝光一分鐘 雖然後面的景色會漂亮些 細緻些 但是控制那個燈軌線 就比較難駁回去 因為它的船是正在走的 所以要駁那個燈軌線 就比較困難 所以我就沒有預算去拍得那麼長時間 在快門那裏 快門那裏講了 那光圈那裏 光圈那裏 就打算用十一光圈 因為如果我用太大光圈 就會照片未必那麼實 我打算用十一光圈 或者十六光圈 其實十六光圈都可以的 但有可能ISO會調高些 好了 講回我那個ISO問題 ISO我打算用1600 我定了它 不要給它OPTO 那1600 基本上現在這個環境的光圓 都幾足夠的 所以我就預算定了三樣東西 Focus 對焦那裏 對焦我都預算 我都不會說怎樣去用一個OPTO的對焦 我都用手動的對焦 就是prefocus了它 即是說對定一個位置 調整了它 那我拍過它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複雜 我每次都要HOLD對焦 這樣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首先就是對焦先 好了 做了這件事 反而我要提一提 就是設定那個相機的水平是很重要 因為當我們在這裏 就plan過的時候 如果你的相機 設定那個水平位 即是說你有機會挑高了 或者低了 或者打側了 那你將相機出來 數據的時候 你駁相機就比較困難 所以它水平位那裏 垂直和水平位那裏很重要 但我們現在這裏都算好 因為是天台來的 這樣就可以升高了 變成那些大廈的頂 都剛剛好拍到 因為如果相機水平 所以我剛才都說 有可能把相機 就把它垂直來拍 變成影的範圍 即是上空的範圍會大了 但是影過去就會密了 因為它的倒是直到 所以就拍得少 駁相那裏比較困難一點 好了 這個還有我想 不夠十分鐘就可能會開始 好像有些激光出來 那我都要設定相機 一會兒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了 再一點點 腳架方面 這裏我帶了一個 Ball Head的腳架來 即是說是 鎖寫的位置可以調適 水平高低等 但在這個場景 其實帶這個腳架來 就不適合用 最好就帶那些三圍 即是三圍3D 即是說有三個鎖位 一個左右 高低 打側 可以較左右 三圍的雲台 就可以調到最準的位置 但我沒有帶來 但帶了一個可以動動的雲台 這個就可以加下去 一會兒再告訴大家 OK 一會兒我設定了 再跟你聊 OK 現在相機就垂直了 就拍了很多海面 和上空的位置 因為它的激光 一會兒會射得比較高 所以我打算吃上空的空間 鏡頭 我帶了一支 18-55mm的 原裝富士鏡頭 我們怎樣去選擇 鏡頭的焦距好呢 其實最好就是 最好 我講了 大支50mm 但是我這支zoom鏡 我的意思是 50mm就是 Full Frame的相機 就是50mm 如果你APS-C 最好就設定了 35mm左右 35mm就相等於 差不多是50-55mm左右 這個角度 拍出來的相片 是比較 變形的程度 是很低很低的 如果你說 我們沒有想著 一下就設定了 18-55mm 最廣角 拍幾張算了 其實這張相片不漂亮 因為太廣角 變形變得很厲害 所以記住 最好就是 用一支 它的APS-C 標準鏡 就是35mm 或者Full Frame 就用50mm 現在差不多 它可能會有激光 開始會射出來 現在差不多時間 八點鐘 我等一下 停一停 我準備好些位置 我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我都說 多一點 剛才我一測光 在這裏 光源比較強 原來ISO不用去到這麼高 ISO去到200左右 都可以 我預算是10秒拍一張 光圈就是用16光圈的 我一會兒拍出來看看效果如何 現在開始就有激光了 我先穿它 OK 我先拍了第一張 它激光又不是經常有的 但是這個位置 那邊是沒有的 那邊 要去到 我們拍的位置 就是每隔幾張 大約是15度角 因為我這個位置 有一張 我們就拍多幾張 在角度這裏有調校 我剛才說 因為現在是垂直了相機 大約是15度 要拍一張照片 它有mark位 也有給我們看到的 那 我繼續拍 那 可能你看到 我或者 拍回來一會兒給大家看一下 我繼續拍完它 先 現在拍了大約四張左右 那我動一動相機 動一動相機 動一動相機 先動一動相機 OK 我繼續 那 最好拍的時候 就設定了自拍的按鈕 延遲兩秒就拍一張 因為如果我們直接拍到機 有機會動 那我再移動 那它的激光出來 因為它不是一直著 斷斷續續 其實就未必去夾到 那我等它出多些 因為其實它這個激光的效果 它都是 即是維持 應該是十分鐘左右 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我都要比較快一點 去拍了這幾張照片 那 因為聽聞 就在 三十一號晚上 倒數那天 可能效果會漂亮很多 那我繼續拍完它 其實效果出來不知怎樣的 我回去拍好照片才給大家看下 似乎好像這樣拍出來 光源都夠的 OK 那我繼續 那我再拍完 那我再拍完 那我再拍完這幾張照片就差不多了 那我再拍完這幾張照片 那大家都看到 那個效果出來都幾漂亮的 那但我拍出來呢 我都不知道這個效果如何 似乎应该就完了,应该就吃光这些雷射光的线条了 好了,我再拍几张,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谈谈 好了,拍光了,其实真的有难度,控制光源是比较难控制 因为你每一个角度拍的时候,曝光值都有分别 因为每个位置的光源都会有光有暗 变成效果出来,每一张未必搭得那么好 可能都是要回去用Photoshop,要收拾一下 所以我刚才说,用窝去拍照就比较稳定 我刚才也看回,你们都比较难看到 或者我一会儿会拍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摆近一点的相机给大家看一下 我摆近一点的相机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刚刚开始第一张,一直掃过去,比较难看一点 你看到这些激光位都有的,已经入到的了 但唯一就是去到这边,这边都刚刚,汇丰银堂都吃不到 但旁边的那座,应该长江那座就吃到了 好了,去到这边,这边,我移一移 这边,这个位置因为它太高了 没有了,因为相机我不可以将它,即是镜头提升 那么多影在天空上,因为如果提升了它 就会令到它整张相片是变形的 所以就做不到这个效果,没办法了,放弃了它了 好了,跟着掃过去那边上环那边了 好了,一直掃过去,这几张相片似乎应该拍了五至六张 OK,这次分享差不多了 大家不妨可以,因为现在已经是十二月尾了 应该就有几日五六日就会做一个维港的激光表演 大家不妨你可以来这里停车场,海运大的停车场 就不用在那边,近着码头那边太多人 那我们就很难拍了,变成你这个位置就很方便 还有我要选一个位置,因为我现在要拍我自己 我要选一个位置,刚刚有射灯射过来,我才能上镜的 因为它那边继续走,它应该有一个平台,理论上应该更漂亮的 那我就没有走到去,因为始终就回江原我要拍这个片,所以没办法了 好了,讲到这里差不多了,第一次看我的片的朋友呢 真的帮到你,你不妨可以分享给大家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是按提示钟,当我有新片的时候,你会收到讯息 好了,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